听说萌马最小的无线领夹麦克风发布了 大家都知道麦克风越小 那么它的音质续航就越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证 那么萌马最新推出的这款微型扭扣麦克风 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外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佩戴的这款麦克风 其实它就在这里 大家是不是不太容易注意到 如果今天我是穿的有纽扣的这种工装外套 大家可能就真的认为它就是一颗普通的纽扣 那么这款麦克风具体小到什么程度呢 我给大家拿一个音源的硬币做一个对比 这背后是音源的硬币 那么这前面的是这个纽扣麦克风 大家看哈 这个大小真的是一模一样 太离谱了 超小 真的超小 这个时候我就有理由去怀疑 它就是跟着硬币的大小去做的 虽然说这款麦克风很小 但是它的做工和设计真的一点也不马虎 比如镜村孔这里就采用了独特的防尘网 不仅能够防尘 防尘网还能够起到抗射频干扰 因为这种防尘网表面有一层金属细丝编织而成的金属网 能够起到抗干扰的效果 还有呢 就是因为它体积小小的原因 所以我们别在这个衣服的领口上的时候呢 领口就不会因为太重 而往下面塌 就完全不会影响我们拍摄时候模特整体的一个形象效果 对了 这里来说一下模码特别细节的一点 就是为了不影响我们日常的穿搭 它还提供了可以更换的这个颜色的小贴纸 看着还是特别可爱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是不是特别可爱 我个人觉得女孩子应该会很喜欢 第二个呢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音质 这么小的这个无线麦克风 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怀疑它的这个收音效果 实不相瞒 我这期视频全程都是使用的这款麦克风来进行的录制 大家可以听一听它的这个收音效果 是不是你喜欢的 听官方说这款麦克风采用了一个进口的CMOS芯片 能够拾取更多声音的细节 让声音更加的清晰通透 同时呢收音的采用深度达到了24比特 人声的还原度比较高 为了缓解无线你家麦克风的这个底噪问题 这次的信噪比呢 也达到了70dB 还有就是在我们潮沙环境录制的时候呢 说话需要提高音量 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容易导致破音 且后期呢是无法恢复的 所以这次最大的声压级呢 也是来到了115dB 为了让大家更加具体的了解这款麦克风的音质 我们还是找一些麦克风简单的来做一下对比 分别是罗德的这个无线麦克风一代 还有就是NARCMIX的老大哥 NARCMAX就是罗德的无线麦克风一代 我买这个威尔利斯一代的时候啊 感觉NARC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国产麦克风可以选择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萌马 它就推出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麦克风品牌 而且音质也做得很好 真的值得鼓励 虽然这些麦克风确实不是一个价位段的麦克风 但是我也想让大家感受一下 它们之间音质的一个区别 哈喽大家好 我是富贵 现在呢我们是使用的罗德的威尔利斯一代来录制的声音 大家觉得效果如何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富贵 现在呢我们是使用的萌马的NARCMAX来录制的声音 大家觉得效果如何呢 登登登登 哈喽大家好 现在呢我是用的萌马的NARCMIX来做的声音 大家觉得效果如何呢 所以最后大家喜欢哪一款麦克风录制的声音呢 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 对了 还有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功能 就是这么小的一款无线扭克麦克风 它居然内置了降噪功能 那么它的这个降噪效果到底如何 我们也是来魔力感受一下 现在呢我在旁边的电脑上开启了这个下雨的白噪音 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现在是没有开降噪的声音 大家觉得效果如何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降噪打开 指示灯变为绿色 降噪就是打开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福贵 现在是打开降噪过后的声音 大家觉得效果如何呢 总的来说 我觉得萌马NARCMIX的降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让我意外的就是声音失真的程度控制的也还OK 第三个我们来聊一聊它这个续航 官方说这款麦克风满油满电 什么满油满电的哈 官方说这款麦克风满电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10个小时 充电盒满电可以充两次以上 可以边充边用 当然呢 这只是官方理想情况下的数据 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差异 这个在所难免嘛 不过我昨天中午录完视频哈 并没有马上把这个发射器放到这个充电盒里面 我们下午5点再次录制视频的时候呢 发现它依然有电啊 中间差不多隔了有个5个小时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款麦克风的续航是不用太过于担心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接收端 萌马NARCMIX这个接收端 有一个三档争议调节的旋钮 而且都有相对应的指示灯 方便我们在不同情况下进行争议的调节 同时侧边呢 还有单声道和立体声的切换按钮 非常方便我们进行操作 USB-C的接口呢 这是UAC的传说功能 不需要声卡 可以直接连接电脑进行收音 直播时呢 也可以连接相机进行清晰 高缓运度的声音录制 值得一提的就是 针对于直播群体 萌马家也推出了一款 碳镜直播相机 4K的画质 无感对焦 简易操作 搭配上NARCMIX发射器连接相机 边充边用 结合碳镜的这个全机身 快速散热 持久续航等等使用的功能 真正意义上 从声音到画面 实现一直播 不断播 稳定播 其实这款麦克风 是有三个版本的 我目前拿到的就是 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就是相机的版本吧 相机版本 我个人觉得要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加一根转接线 安卓和苹果 其实都可以用了 就是有一个痛点 连接手机的话 使用操作不太方便 但也正是因为不方便 所以本次才会有三个版本 供大家选择 好了 我想大家也发现了 过程麦克风 这几年的发展 的确是在 往好的方向走 因为他们敢于创新 善于倾听用户的声音 加之他们的执行力呢 又真的非常强 所以他们现在完全有能力 做出一些满足用户需求 并提供用户使用体验的东西 希望国产麦克风品牌 越来越好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富贵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见 This Bye